在南方的冬天 虽然不一定会看到下雪 但一定会看到短袖 冰粉和蝴蝶 今天 在我们这里啊 阴沉了好几天的天空 忽然出来的大太阳 这不但是一个值得大家晒被子的好日子 而且也是很多的昆虫 蝴蝶 甚至是鲜花 纷纷享受阳光的好天气 我们从车里拿出了 尘封已久的蝴蝶网 准备去森林里 重温一下夏天的快乐 今天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 我们到公园里看看 会有哪些发现 大家好 我是小杨 有时候我会觉得 这个南方的冬天就像假的一样 树叶则是绿的 花朵也是争气冻燕的 太阳一出来 有些枯叶子可能都会活了过来 在公园的路边 随处可以看到各种野花 这些紫色的小花 叫做红花醋姜草 也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 桑叶草开的花 果然气温一回暖 公园里就有好多蝴蝶 我们来试试运气 背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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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后这儿 我是不是很屌 怕我 连这个小家伙也学会了黑加白的经典搭配 这是一只玉斑凤蝶 是一种大型的蝴蝶 在它黑色的翅膀上 还有两个亮眼的白色斑块 所以它们在飞翔的时候 格外的醒目非常好辨认 冬天的阳光就像拥有神奇的魔力 在这些有太阳晒到的地方 就会吸引来很多的蝴蝶和蜻蜓聚集 你看 这只蝴蝶非常特殊 跟一片蓝叶子几乎没有两样 在它翅膀的边缘 天生就是这样不规则的 像被撕破了的形状 而且它颜色的伪装性也非常的强 但当这个蝴蝶的翅膀打开以后 正面又有两道 像琉璃一般的蓝色的漂亮的花纹 好漂亮啊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蝴蝶 所以这个蝴蝶的名字就叫做 琉璃甲蝶 你看 永远都有发现这样 你会无意中碰到一只如此漂亮的蝴蝶 这个是巴黎翠凤蝶 巴黎翠凤蝶可不是来自法国巴黎的蝴蝶 它们翅膀后面的这个色块是翠蓝色的 这个颜色的色号在欧洲那边就被称为巴黎翠 所以它的名字被叫做巴黎翠凤蝶 蝴蝶的翅膀就像上帝的画卷 这个蝴蝶的翅膀上则有这样非常醒目的眼斑 就像是在翅膀上戴了美瞳一样 这个家伙叫做美眼甲蝶 美眼甲蝶特别喜欢在有太阳的日子里出来晒日光浴 人们推测这样翅膀上的这个美瞳一样的花纹 可以对小型的鸟类有威吓的作用 尽管花蝴蝶们很美很惊艳 但今天最让人惊喜的发现 却是一个极端丑的虫子 在山路边我们发现了一堆飞漆的木头 俗话说熊木不可刁眼 但是这样的熊木在我们的眼里却像是宝藏一样 因为打开这些熊木里面可能会藏着 让被也得也都兴奋的家伙 这块这种一般肯定是被腾吃过的 肯过拉的屎 你看 跟我说 出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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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货吧 出货了 好大 出货 出货 好大 这还是某种吸睛龟 类似独角形状的 这一条过来 从这里面所有风让的地方 都是它走过的痕迹 你看随着它的成长 这个道别越来越旷 然后这一条在这里 是你的肉汁还是 应该是可以 正反正应该是 一个可以 因为它 你这个看到 这还有一个 这个跟那个种类不一样 这是敲架 这一看就是敲架 但具体哪种敲啊 不确定 你看清楚 它有个大脑袋 这两个最大的啊 就是某一种吸睛龟的孩子啊 有可能是独角仙的后代 这些白白胖胖的虫子 长大以后 就会变成非常帅气的 长着犀牛角一般的大甲童 但是 具体它们是属于哪种 猩猩龟 可能要等到它们长大以后 才能完全的确定 这样的幼虫 它们都是森林里朽木的分别者 好了 那适可而止 其他的木头 我们就不打开了 我们就把这两个带回去 用辣木头和斧植土 把它们活埋 这样就可以继续好好的养起来 看看它们在明年的夏天 最终会变成什么样的甲虫 冬天的太阳来的不容易 去的也快 很快 天色就晚了起来 在下山的路上 我们依然有很多有趣的发现 人们常说 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时了 不过在南方 有一些蚂蚱 是可以度过湿冷的冬季的 它们会蛰伏在草丛深处 或者是落叶的底下 等到天气放晴的时候 还会出来晒晒太阳 我们还发现了一只小跳躺 这是一种不会再长大了 雌性是不会长翅膀的 体型非常小的螳螂 很挺可爱的 而这只蜻蜓 也是冬季里的一抹亮色 这好像是一种网麦青 我之前在版纳看了个类似的蚱 这不在福州的话 在它四遍翅膀的顶端 都有一小块透明的天窗 实在是太特别了 好了 万物生长靠太阳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冬天的阳光里 享受到快乐 那咱们充满魅力 我们永远保持秦续 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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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上去 1 等一 等一 也就算了 你特别打电话 你快点了 走快点了 感谢观看